然后运势干嘛用呢 测国运 出自哪呢 黄金经事 出自谁手呢 这个邵雍 邵雍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北宋五子之一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了 他当官都不想当 他的最大的一生的成绩 就是在医学史上奠定了重要的转成地位 现在我没有他后边这些什么都算不出来 他的师父的师父是什么 陈传 这个相传我们就不传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成就呢 比如说梅花诗 就是预言历史朝代新唐 社会演变 这个从始至终的这么一个规律 自然界也是这个规律 是多少年呢 12万9千6百年 据现在这个考古验证啊 13万年是地球的一个周期 那我们这个说的更精确 可见一般 那这个13万年呢 是动物的周期 再乘一个二 就是两个13万年 是植物的变动周期 现在科学是这么考察的 那这个经济学呢 说50到60年 这个叫康波理论 经济一个循环周期 太阳黑子 这个科学 现在探测的 说是约60年 加减上下 也是这么个周期 那我们这个圆灰运势呢 就是以60甲子 为一个周期 实际上 这个也讲的是 60个挂 少了那四个挂呢 这个 钱坤坎林 他把这四个 单独摘出来 他没有讲 所以然啊 这个我们现在 也不究竟 其缘呢 就是他这一套 成体系的 我们就这样算 包括 现在说的 这个一缘等于12会啊 一会等于30运等于12世啊 我们都不计较这个 全都用挂来代表 这个相对应的 这一套呢 对应的就比如说 好像一年12个月 一个月30日 一个日12个时辰 时辰 就是两个小时 二次小时 那说一个月不好 刚好是30天呢 我们这个60甲子循环呢 他是这个 头尾相接 非常严密的 就比如说这个月 这个日 结束了 到下一天呢 他可能还是上一个月 这个甲子 他精确到一分一秒 都不得 显接错的 他又对应了什么呢 年日月 星辰 年月日 时 就好像年又代表日 我们怎么设想呢 比如说太阳 他的光是最亮的 然后月亮 就小一点 他有的时候大 有时候小 加一起 他也没太阳亮 那这个星星呢 就感觉星星点点的 加一起有没有月亮大呢 不知道 但是 这个就比较分散 他的能量 然后 是沉 沉 这个说法又不一样 我们就简直成 真哀吧 就过来过去 填上飞的 这个 这个一些 是有是无的东西 这个孙次 这个大小 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一个象征符号 我们就 所以就不看这个 那 这个圆呢 就是这四个卦 他这个分出了 每个卦分出了三个会 也就总共十二个字 说一毛 还是一圈 然后呢 每个会 就我们不说这个字了 就说卦 最终实际上 就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卦 这个 到这儿啊 已经有六十个卦了 那六十个卦又怎么变呢 这每个窑变 知道变窑 这个羊窑变 阴窑变 然后就出来 六个卦 他怎么排列的 我们也不追究了 很多人这个基础不一样 时间也有限 然后又六变 这一个窑又变六次 窑变 因为年代太长了 这 比如说这三百多年 或者是 这 类似到这儿是六十年 又六变 大变中变小变 然后最后变变 这个变变就不一样了 它是十年 这个市下面还中间还有个巡 这个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 河西嘛 只在这一市 这一巡呢 就是 这个十年 这个变化 我们下节课呢 就说现在 今年的年月光 这个 我们下节省呢 就说这个 就说咱们 我们下节省呢 我们下节省呢 就是 我们下节省呢 感谢观看